水墨画家许晶叶即日起到12月18号 在新北仕途新店分馆举办各展 许晶叶的国画跳脱了传统风格 传承了沥水画派的精髓 融入了喷、傻、喷彩等技法 并且运用了压克力等多元媒材 营造水和云的流动感 画面呈现更加的生动、有活力 有别于传统水墨技法 许晶叶利用了喷、撒、泼墨、泼彩等技巧 营造了多变抽象的底图 再透过了传统水墨、村染 延伸了山水气势 这种融合了东西方绘画概念 并且融合了新旧风格 以及公笔于写意画风 正是沥水画牌的精髓 尤其是在飞浦、云海等方面 呈现出更活耀的流动感 就是比较有一些创新 就是用的媒材、题材都不一样的 我学的那个传统水墨 学了大概二、三十年 但是就是差不多这一两年前 才开始学这种的 这种创新的、不一样的、比较近代的 许晶叶从事传统水墨创作 已经有二、三十年时间 他表示近两年来 他开始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后来接触到了沥水画派 深深被沥水画派的画风吸引 因此转而投入 而沥水画派的作画方式以及所采用的媒材 都和传统水墨有所不同 学习过程中也曾遭遇过不少挫折 挫折是因为 真的会弄得到处脏兮兮 你喷的那个 它很不听你的使唤 而且那个颜料很容易臭掉 容易堵塞 很多我们的很多那个同学 学一学还是回到原来传统的方式 不过看到了最后的成果 许晶晶老师表示还是相当开心 而这次许晶晶老师在新北仕途 新店分馆的展出 除了在纸上上作 还包括了在陶瓷彩绘 内容十分丰富 欢迎民众在12月18号前 来到新店仕途参观 继续成品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